我覺得這個蜂椒牙膏 就是聽起來好像很一般 但是市面上我也用過很多蜂椒牙膏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沒有用到一個讓我覺得會驚訝的 我覺得這一支牙膏是我用了之後 我覺得天啊 就是我可能不會再去用其他牙膏了 因為其實我們全家人都是非常愛吃一些 什麼蔥薑蒜 那我們全家就是吃完飯口氣都不太好 然後我發現就是我用了這個牙膏的第一天 就是我一樣就是吃很多蒜啊什麼的 就是真的不誇張 就是我發現就是真的沒有什麼味道 就是隱隱約約的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你的那個齒縫裡面 有一點點的那個 不知道是蜂蜜還是它的那個蜂椒味 然後我覺得甚至到晚上 即使是我喝了咖啡 長時間我沒有說話 就是我覺得那個嘴巴的味道是真的 就是很淡很淡 就是不會讓我以前就是會覺得 好像嘴巴有一個味道 會要吃口香糖啊或吃個什麼 然後牙齒的那個潔淨度也是 我覺得就是它是水亮水亮的亮白 然後像我以往用到的蜂椒真的很辣 就是常常牙齦都會覺得有點刺刺的 對然後就是過度清潔 那感覺是非常痛的 但是我覺得這牙膏就是 它每個地方都抓得很好 尤其是味道 對所以我覺得 對這個的這一款蜂椒牙膏 是目前我覺得我用到 我覺得最厲害的